各位观众大家好呀 香蕉超人我又来了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我的频道第四集的视频 今天这场牌局呢 我也邀请了我的扑克教练 同时也是国内一位非常非常知名牌手的学生 一起来和我参与这个牌局 那让我们看一下今天这场牌局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吧 OK 依照惯例 买入10K 筹码分布 黄色10 蓝色100 红色1000 今天的第一把牌是我在大忙位置拿到的一个AK草花 非常非常不错的棋手牌 在CO玩家里小忙补齐之后 我选择加注挤压到140 只有CO跟注单挑底持 翻牌是来了勾七八彩红面 是一个连接性非常强的牌面 我们的概念是亮高张 后门花 后门顺 在这样子的牌面 下注或许无法获得CO范围太高的气牌率 而我们的首牌又有相对很好的胜率的情况下 选择过牌跟注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在我们过牌之后 CO也随后选择了过牌 一起看转牌 转牌的掉落是一张非常不利于我们的红桃石 使得牌面形成了单久沉顺 在我们无奈的选择再次过牌后 CO下注180 我们只能无奈选择弃牌 那出师不利 让我隐隐感觉今天的牌局或许不会像之前那么顺利 那究竟接下来的发展会如何呢 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俗话说会犯病的牌手才是好牌手 而今天我的犯病时间又比以往来的更早一点 今天的第二首牌我就开始犯病了 翻牌前在MP玩家Limp之后 我在庄位拿到了四五方片 选择犯病加注到120 然后的行动是小忙跟注大忙跟注 MPLimp的玩家也跟注四人抵持 犯病完之后 核官给我安慰性的发出了圈十六全部方片 是的 我们击中了一个天花 在这样的全色牌面 一般来说都可以选择高频先过一条街 但是请注意 我在犯病 犯病中了天花 怎么能不打 因此 我先选择了一个非常小尺度的持续下注 120 之后 小忙跟注 大忙弃牌 MP也跟注 三人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看似对我非常有利的红桃A 而这张红桃A是可以让对手 比如单张方片A击中了一个顶对 以及像K勾这样的组合击中了两头顺 因此 在两位玩家再次过牌给我之后 我在转牌也再次选择了犯病下注 而到了转牌 我的病情也进一步加重了 转牌我的下注尺度也不再像翻牌上那么轻 我下注了一个70%底尺 600 只有小忙跟注 单挑看合牌 合牌非常有趣 是一张叠牌圈 小忙第三次过牌 在这个合牌 我几乎看到了可以使我病情好转的一丝希望 但是 无奈我病入膏肓 我在这里 还是想拿一张方片A的边缘架纸 于是 我在合牌开出了这手牌的最后一枪 1220 小忙秒高 秀出方片A9 顺利收持 那在这边我也想暂停询问一下各位医生观众 在这个合牌 我应该下注吗 如果下注尺度又是多少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犯病完之后 先补马10K 方便接下来继续犯病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手波兰不惊的Straddle Limp纸 我在这里做了一个Straddle 拿到的手牌是A8杂色 之前的行动是UTG加1 Limp 大忙补齐 我过牌免费看翻牌 翻牌的行动相对比较简单 全部过牌 牌面是869彩虹面 我们击中了一个中队8 但是没有太好的发展 中间位置选择了过牌 加1随后过牌后 一起来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红桃A 我们击中了A8两队 这个时候大忙跳出来零打了50 那在转牌的这个牌面 虽然我们击中了带顶队的两队 但是牌面的听牌太多了 我们也不希望盒牌出现任何的红桃或者单张沉顺 而与此同时 大忙的下注实在太小 有很明显的想便宜看盒牌的意愿 因此我在这里加注到了180 令我比较意外的是 加1选择冷扣180 大忙也扣 人就是三个人 一起看盒牌 盒牌的出张对我们非常不错 是一张草花8 使我们的牌型发展成了八葫芦带A 在大忙过牌给我们之后 面对这个情况 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盒牌的叠牌8 确实是让大部分听牌都破产了 但是别忘了 这仍旧是一个三人底池 一般在盒牌多人底池当中 对手炸虎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因此我必须在这里下注 而且尺度不用太轻 直接锁定一些类似像78 18这种组合 虽然我们挡了张8 但是我们别无选择 最后我下注了580 UTG加1秒气 但是没想到的是 大忙陷入了一阵长考 最终选择了跟注 在我们秀出A8后 他也是选择了埋牌 我并没有看到大忙的手牌 但是不管怎么样 在这个Limp池 我们还算是收获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底池 回了一点血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手小底池 虽然是小底池 但是是一手我觉得还蛮值得讨论的一手牌 翻牌前我们在CO位置拿到了A9黑桃 这是一个Stradle底池 我Open到120 庄位跟注 Stradle跟注 三人底池 翻牌来了162两个黑桃 我们击中了一个坚果同花亭牌 那这是我认为这手牌第一个值得讨论的点 就是我是否应该在这个多人底池选择持续下注 那我在这个翻牌是选择了一个过牌 庄位也过牌 三人看转牌 转牌是来了一张方片A 使得我们的牌型增强到了顶对A听童话 那在这个转牌 我的行动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就是下注一发中等尺度的下注就可以了 在这里我选择下注半尺200 庄位棋牌 Stradle跟注 单挑看合牌 合牌是一张黑桃5 看似是我们的money card 但是就这手牌而言 可能进一步阻挡了我们的价值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讨论 假设一下Stradle这里会有哪些牌能够跟注转牌 比如一些10X6X 只是出于对我们转牌的一张延时持续下注的不信任而防守一次的牌 那这些牌是很难跟得动合牌的下注的 其次比如一些10和6中间或者10和A中间的顺子听牌也是无法跟注合牌的 那剩下一些有可能跟注合牌的组合就只剩下一些AX以及同样的黑桃铜花听牌 那不管是AX组合还是同花组合 我们在合牌下注小注 AX组合会跟注 同花组合会加注 都能拿到最大价值 因此我在合牌继续下注了半池400 但是很遗憾 对手是前者 最终选择了气牌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的扑克教练也来到了这个牌局 这是他坐下的第一手牌 满入了5000 他的位置是CO 在UTG和UTG加1Limp后 他在CO位置加注几二到了140 专位和小盲都气牌后 我在大盲位置的手牌是一对勾 那我对教练CO位置的范围还是比较了解的 因此我在这里选择3Bet到710 Limper都气牌后 教练跟注单挑 翻牌是来了圈圈K彩虹面 这个牌面在单挑的3Bet的底值当中 算是非常干燥的一个翻牌了 虽然我们的勾异队被圈和K 两张overcard给盖冒了 但是由于我们是翻前3Bet激进者 这个翻牌相对来说 还是更加友好于我们的范围 因此我在这里持续下注400 是一个不到三分之一底池的超小注 这个超小注的意义在于 一方面还能继续保持 我在这个底池中的主动性 另一方面还能锁取对手 所有比我们勾一对小的口袋队的价值 与此同时还能拒绝 其他的一些对手的后门权益 在我们下注400后 教练选择了跟注 在教练跟注之后 转牌来了一张方片4 那在这个转牌 我选择了放慢脚步 过牌给了教练 教练在我们过牌后下注了800 也是一个三分之一底池左右的下注 那在这边 我们的勾勾很显然是要跟注防守一次的 我选择了跟注800 一起来看合牌 合牌的掉落是一张无关紧要的6 我们再一次过牌之后 教练也随后过牌 我秀勾勾 教练秀AK 教练获胜 那到这里 或许有观众朋友会觉得 教练这个合牌为什么没有下注 那其实这里我们可以仔细思考一下 这手牌虽然翻后只经历了两枪小注 但其实到合牌双方的范围 却已经相当极化了 AK这边也确实很难拿到 我们这边比AK小的牌型的价值 而如果合牌下小注 面对加注全压的话 又不得不选择弃牌 因此坐下的第一手牌 在合牌选择修档 也是非常不错的 只是我们再次损失了一个大底池 唉 这手牌 是我在庄位拿到的一个A8杂色 Open120 小盲跟注 Straddle跟注 三人抵持 翻牌是285彩虹面 我们这边击中了一个TPTK 在全部过牌到我之后呢 这个顶对还是需要下注保护的 因此我在这里持续下注了180 小盲气牌 Straddle跟注 单挑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方便三 牌面仍然是彩虹面 在这个转牌我选择了利用位置 过牌控制一条街 行动是双方都过牌 那合牌草花疤的掉落就又瞬间让这手牌变得有趣起来 当我正在盘算对手如果过牌给我们 我们应该打多少的时候 对手率先扔了一个超池800出来 那这边但凡对手合牌下注70%不到 我都会大概率的做一个加注的 但是面对对手这么一个超池 我这个明三顶踢脚也瞬间沦为了止盈炸虎 于是我无奈的选择了跟注之后 对手秀出了4-6 翻牌两头卡 转牌就到了 无奈 非常无奈 今天这场拍局的主旋律可能就是两个字 无奈 OK我们无奈的来看今天这集影片的最后一手牌 我们在hijack的位置拿到的一个90黑桃 这里虽然我的上家就是straddle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离开了几位朋友 变成一个六人桌 所以第一个行动的就是我这个hijack 我选择open120 之后是装位跟注 straddle跟注 三人底持 翻牌开出了A勾8两个草花一个黑桃 我们是两头听顺外加后门花 并且牌面与我们hijack位置的open范围非常添合 因此在straddle过牌给我们之后 我选择了一个相对比较大尺度的下注 下注300 打算是从这个翻牌就开始集化自己的范围 在我下注300之后 button跟注 straddle气牌 单挑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非常空白的方片二 对牌面没有任何改变 我前卫先行动 那这边我还是必须依照翻牌圈的计划 继续去下大注 去延续自己两极化的这么一个范围 那我在转牌的下注尺度是820 是一个超过80%底尺的大注 那在我下注了这个820之后 专卫玩家是陷入了一阵长考 并最终选择了继续跟注 那最终合牌的掉落是一张黑桃A 此时在面对对手在有力位置 能够连续跟注两条街大注的情况来看 我开始把对手的范围更多的放在了一些AX上面 那面对这些AX的范围 我可能也不再合适再在合牌继续炸虎 那最终我经过一阵思考之后 还是选择了一个过牌放弃 那在我过牌之后 对手也随后选择了过牌 在checkcheck showdown比大小之后 我看到了对手的首牌是草花89 哎 距离收下这个底子 可能就差最后一口气 我们又再次非常无奈的丢掉了这个底池 经历了连续的无奈之后 在这场排局的末尾也没有发生像上一次那样的奇迹 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再收下什么底池 最终这场排局是输了4,900 等于是抹平了上一场的盈利 那也没有办法 谁让这就是扑克呢 OK 那今天这期影片差不多就到这边了 虽然这场水下 但是在我剪辑这场排局的时候 我已经完成了第5集的拍摄 第5集会非常有趣 那不想错过第5集的观众 记得点点订阅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